困在湖北高速上的朋友都下来了吧 回头再看这个事 得到免费泡面和开水的朋友 都在感动和感恩 收了费的就在骂人 还有的人说湖北不作为 我就不说冻雨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出门不看天气嘛 你只是被困 又不是贫困 能困在高速上的人 哪一个是穷人 哪一个不是开着几十万的车 你只是被困 又不是破产 一碰到这种事 就有人出来骂 有的嫌弃免费的饭菜难吃 有的嫌十块钱的方便面 太贵 可就是不骂自己不长眼 你要知道 这是春运 就算是不下雪 都有可能会堵车 不知道在车上 备点吃的吗 高铁站飞机场 一碗面卖五六十 你吃了都不嫌贵 人家顶着风雪 方便面泡好了 十块钱送到你的手里 你说人家丧良心 到底是谁没良心 如果没人给你送上去 就算你有钱 也买不到 帮忙是勤奋 不帮忙是本分 别拿人家的善良 当理所当然 你要知道 免费是一时的 只有收费了 才有更多的人 愿意冒着严寒 给你送吃的喝的 这叫市场 那些只知道 道德绑架别人的人 你怎么不把 送上来的物资 全部买下来 然后免费送给受困的人呢 真的是一百度的开水 暖不了你病冷的心 缠血车 也只适合缠你的嘴 所以善良 要有尺度 无视一味的施舍 施舍 只会让贪心不足的人 以为理所当然 还会变本加厉 适当的收费 才能够救急不救贪 才能让善良持续下去 我相信明白 势力的人都能够理解 但是我发现 网上有一部分 唯恐天下不乱 故意制造地域矛盾 和破坏和谐社会的人 大家一定要警惕 过年了 千万不要被这些 别有用心的人 破坏了我们的团结 欧灵力